反对所得替代率降 劳团怒吼 挫雷蛋 降低替代率 新年挫雷蛋 新年挫雷蛋 台北市禅总等十名劳团代表 昨天在劳委会主办的 101年度青年工会干部座谈会外 抗议政府和财团联手喷杀青年的未来 北市禅总表示 劳保关系到每一位基层劳工的退休后生计 但劳委会却不排除降低所得替代率 完全忽视劳工的管理生活 所得不增才是问题所在 反对调降所得替代率 他现在把我们的劳保费调涨 然后我们所得替代率要从1.55 调降到1.3 退休的平均新资最高60个月 他要改成15年的平均 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对我们年轻人合理吗 不合理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要跟他拼了 北市禅总表示 经济不景气并非台湾最大的问题 过去十多年发展模式 所导致的分配不均 政府倾向资方 才是台湾最真实的问题 他们希望年轻人站出来 本队官商联手治国 政府现在开始说 大家要小心 不能只靠劳保 不能只靠退休金 要自己存 自己的劳本 对不起 现在一个月如果只有22k到26k的年轻人 他哪里有钱可以存老本 董新闻台北报道